所以我的 两个一万妇婆 不要强求 不要吃软饭 这位老哥呢 有学历有才华 58分一直没结婚 有两位女士主动追求他 为何不成 58分60分了 对啊 我是未婚老青年 但是呢 可以有一点 首先说明 出过女朋友 是 您出过几个 我一共出了三个 一个呢 是出了六年 我事业走低谷 是分手了 第二个地坊 是来到北京以后 追我的 就那会儿 您事业成功了 不是事业成功 而是属于什么 那时候还要年轻一些 通过咱们 电视的视频 发现了我 也算个小人才吧 追我的 两个一万妇婆 两个亿万的妇婆 第一个呢 出了一年 是哪呢 咱们三七大土 后来三观不行 没文化 所以说也没办法 那第一个是做什么 他身价上亿 没老板 没老板 他花钱多 我花钱也不少 我也往里挡 实际上我 跟他我花破他 他把那个十万块钱 当成咱们呢 什么呢 当成一千块钱发了 我一年花十万块钱 他呢 一年花 可能就花一百万 他是这种的消费方式 所以说从经济方面呢 你俩不平衡 但是可以找 但是呢 从文化氛围方面 各方面平常的生活呢 你俩就输不到一块去了 没有共同预言 那那会儿您多大呢 我四十多 不到五十嘛 那时候还算年轻嘛 他多大呀 他比我大散罪的 比您大 有孩子吗 他是 有孩子 他离异的 他是电视上看着我以后 他追我 完了以后 我一看着人还挺好 处处吧 实在 我说上市都比较省心一些 怎么省心呢 他的经济实力比较强 我呢 是想做点事业的人 所以说呢 这两家和他一起呢 就能把事业做大做强 对 但是呢 跟他交流了以后呢 不行 他的思维观念呢 还保留到比较那种 保守那种圈子里边 所以说呢 他支持不了你 他不懂 所以说后来不行 就分手 是 因为大哥 您也是说 从事医生的行业嘛 而且您有自己的医院 对呀 他是搞煤矿的 他的煤矿的属于上 煤矿 人家 命运好 变成了医万富货了 对呀 所以说呢 人家各有天命嘛 是 但是你俩没缘分的话 你俩出到一块去 不要强求 不要吃软饭 也不要什么呢 感觉一定有钱 你就 往上拼人去 那不行 我这人性格就是说 你再有钱 我要对你没感觉 我也不要 是 但是呢 你太穷了 你什么也不是 要文化没文化 要智慧没智慧 也不能要 没法在一起生活 是 第二个也是医万富货 跟他同样 也是一个道理 对 到后来就 我一直就没有 不如找 建的 建的多了 那第二个 他怎么成为医万富货了 第二个 他是做什么的 原来是做建材的 老板 做完建材以后呢 后期咱 一下都发起来了 他收回了很多的房产 现金流没了 但是呢 房产也行啊 所以说他也是一个医万富货 房产多 资金也不少 这应该也是属于成功的女士 对 跟您年龄来讲 年龄比我小就算 比您小 也是离异的吗 她也是离异的 有孩子 有一个孩子 那她学历是什么呢 对 她是中砖 我是本科 本科 对 我是内蒙古呼伦波尔市的 我自己有个医院 93年中国第一家民营医院 就是我建的 谢谢 谢谢 谢谢